郑爽的案子终于迎来大结局,张衡胜诉,如今郑爽因茶睡忙得焦头烂额,控制女儿一生的爽爸爽妈终于露面,网传他们打算离婚,难道是为了转移财产,做最坏打算? 5月13日凌晨,张衡激动的发文称,他和郑爽的案子终于完结,法院判决他胜诉,获得了儿女的抚养权,并表示这是自己一年多以来唯一的胜利。 但是张衡这样就真的算是赢了吗?参与庭审的律师随后的爆料,牵扯出惊人的内幕,甚至称这场法院判决结果,完全在郑爽的预料之内,郑爽和张衡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。 可以说郑爽一开始,就没想要赢得这场官司,更不想争夺儿子女儿的抚养权,这样算起来,这场争夺战就是双赢。 从今年一月开始,张衡在网上爆出他和郑爽在美国代孕的事情之后,引起了很大的影响,随后郑爽张衡为了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对不公堂。 其实在这场争夺战当中,郑爽一开始并没有落下风,刚开始停船的时候,表示自己由于之前有过度节食行为,是出于健康的原因,才在无奈之下选择代孕,并表示自己想要儿女的抚养权。 但是张衡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拿出郑爽之前给他发的一张满地头发的账片,来证明他的精神有问题。 随后在庭审当中,郑爽就开始依反常态,法官在询问他时,却次次都答非所问,让法官听得那是一头雾水。 张衡在这当中却十分清醒,借此向法官提出郑爽患有抑郁症,曾两次试图自杀。 听完张衡的叙述之后,法官提出要对郑爽做精神鉴定,这个结果对郑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 在法官判断孩子归属权上,最多考虑的是,孩子有谁抚养更加有利于成长。 在经济基础上来看,以郑爽一天赚208万的能力,可以给他加很多分,但是这并不能起到决定因素。 另外,再加上张衡之后爆出郑爽曾经弃养小狗的行为,更是让法官认定,像这样弃养动物的人,有很大几率将来会对孩子不负责任。 对于这一点,法院也从代孕机构得到证实,郑爽先前就有堕胎和弃养孩子的想法,但是张衡和他的父母对孩子很关心,照顾的也非常到位。 这也并不代表张衡就是一个合格的父亲,他在庭审期间也回避了不少提问,很多网友从庭审笔记当中,总结了张衡当中很多的问题。 一旦法官提出不利于他的问题时,就以脑子不好使,酒喝多了,要不就是耳背没听清等,这样劣质的借口回避问题。 但在庭审当中,郑爽一方的问题更大,张衡在最后能够得到孩子的抚养权,这也是意料之中。 当结果出来时,却有不少人纷纷可惜,郑爽没有得到孩子的抚养权,然而这时参与这个案子的,刘龙珠律师却爆出,郑爽有故意输掉官司的嫌疑,当中他提出以下几点。 第一点,郑爽一开始主张的是共同抚养权,并不像张衡那样,是主张独立抚养。 众所周知,张衡和郑爽已经不是原先观众眼中的荧幕情侣,而是仇身四海的对家。 想要他们能够和平共处地抚养孩子,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。 第二点,郑爽在张衡提出他有精神上问题时,他在庭审期间继续爽言爽语,更是当场发疯,让法官认为他患有精神病,并提出让他检测精神问题。 爱有郑爽在庭审当中,却提出要将孩子交给第三方抚养,这看来他既不想自己养孩子,也不想让张衡抚养。 第三点,郑爽雇佣菜鸟律师帮他打官司,此次郑爽虽然在中美两地分别雇有律师,这表面上看起来律师阵容强大。 但事实上,郑爽找到律师,只有美国律师执照,在美国律师圈没名没姓,并且两位律师在庭审当中的表现,可以说是非常不专业。 郑爽但凡是有真心实意的,想要两个孩子,以他那1.6亿天价片酬,请一位美国排名前十的律师都轻而易举。 所以,对于以上这些现象,郑完全和郑爽一开始想要一切小孩的想法,完全对应。 刘律师把这些公开到平台之上后,不仅收到了张衡默默的点赞,还收获了不少郑爽粉丝的谩骂。 然而这件事,因张衡的胜诉,只是告一段落。 还记得前一段媒体声称,郑爽要在韩国复出的传闻,原因是他原先拍的《翡翠恋人》在韩国上映,收获了不少的收视率,一时间成为了韩国网友的国民初恋。 只可惜郑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,在他的负面新闻一经爆出,所有影视作品和代言几乎都受到了牵连。 他需要赔偿的违约金都高达9.2亿。 郑爽现有的股权被冻结,还卖了上海的豪宅。 今后郑爽想要在国内发展,已经毫无希望了。 但是韩国的娱乐圈虽然看起来要比国内严格,但是他们圈中的复杂程度比国内更甚。 再加上韩国也是禁止代孕的国家,郑爽的事情估计早就传到国外了。 就算是重新出道,也不会被别人认可。 然而郑爽当前最要紧的不是出道,而是要解决张衡原先爆出,他偷税漏税一事,让官方点名要查他的阴阳合同。 然而这使得郑爽却自信满满地回答,接受官方的检查。 看来他这是已经想到了要如何应对检查,这难道郑爽背后的金主要帮他? 可是自从张衡爆出这些事情之后,不仅个个在税务上有貌腻的明星,纷纷开始注销工作室,关闭投资公司。 这郑爽背后的金主们也不敢再冒风头,原先还给他撑腰的金主们,现在早已跟他撇清关系。 比如郑爽爆出1.6亿片酬的倩女幽魂,这背后就是一个叫宋哥的大佬。 在曝光天价片酬之后,原本是第一投资人的宋哥,直接逃离了那个的影视公司。 然而这个公司也只是他旗下子公司之一,就算最后会出事,这样撇得干净就没他什么事。 现在郑爽在背后金主纷纷逃离的情况下,他为何还会这么有自信回应,会积极配合调查? 最近网上就有流传,郑爽父母为了应对检查,以离婚的办法分割财产关系,逃避官方调查,但这毕竟是网传。 在这个郑爽要火烧眉毛的情况下,他会不会出此下策还不一定,但是郑爽的父母现在却要展开对张衡的抱负,之前张衡不顾情愿地曝光郑爽一家,但是当中的内容却从来没有对他不利的言论。 就算是在法庭上,面对法官的一些对他不利的提问,回答的也是含糊其词。 张衡和郑爽原先分手的原因早爆出,是因为发现张衡的手机中有他出轨的视频,再加上之后他爆料的天价片酬中,基本上把他那一部分都删了,有些聊天时间都对不上,当时他还是郑爽的经纪人,这些天价合同都是他去谈的,张衡再怎么也摘不干净。 他想要一直隐藏的东西,会不会被爽爸爽妈们爆出,接下来腰拭目以待了,对此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,欢迎留言。